原创氧气是个地铁大漠没有乔丹,匹鹏也是超级巨星,有人这样下结论,的确如此,也符合历史呈现出来事实。 尽管被神一样的队友麦克尔乔丹掩盖光芒,其实整个90年代都是受害者,但匹鹏可以说是存在感相当强的那位,同样作为公民王朝非常重要的核心,支撑起这一切都是他的权能,MVP前三可防守一阵,能够在两种模式中随时切换。 匹鹏是新派小前锋先驱,他还拥有老大意识,却能够平衡心态的精神,球风整体无私,状态稳定并且持久,终于让他成为史上最强二当家,其实把匹鹏称为史上最强二当家,不太合适。 尽管身份如此,斯科蒂皮鹏要做的事情实在太多,协同运转力使第一球队非常麻烦,想成功则需要丰富并且高效的手段。 匹鹏当然完美实现这个目标,他有着各个位置的常规操作,跳投,传球,抢断,篮板,快攻,还有更多,以及所有形式的结合。 匹鹏的全能还展现在担任田空者这样特殊的任务上,在一时引领下,完美做得角色分裂。 他无处不在,尽管没有乔丹那样程度的无限先之力,但匹鹏所具备的威胁同样庞大,同样属于想要击败公牛必须挑战成功的难关。 当然进攻以外还有防守,八次防守一阵还不足以总结匹鹏的阵涉力。 作为防守最好的外围球员,他可以精细到分阶段的解读并实施防守。 套路,由臂展和移动速度带来的一系列可视性压迫,会结合以往历史经验和对应荣耀自然,让对手产生忌惮和恐惧心理。 并且无论阐断还是盖帽都非常出色,简直就是死亡缠绕的最高境界,很科学,因为匹鹏可是经常拿历史第一人乔丹来训练的。 匹鹏懂得打球,不仅仅对篮球场上瞬息万变情况的掌控,还有如何处理好队内关系,除去那段替补习黑历史。 匹鹏并没有玩火,他总会议导师的态度对待每一个被乔丹苛刻要求所支配的队友和乔丹合作,非常成功,后者清除匹鹏的价值。 我知道是匹鹏站在我身后为我解除了后顾之忧,还有更加重磅的评价,他在不停的锻炼着自己,不停的进步,这迫使我变得更加刻苦。 最终让我成为了现在的乔丹,匹鹏充满竞争的实力,居然让骄傲如乔丹也必须适合保持加厉,其中的伟大可想而知。 这种伟大更体现在没有乔丹存在的日子里,乔丹第一次退役以后,匹鹏当上公牛老大,老大一时被正式激活的匹鹏不负众望,在常规赛继续维持公牛的王朝底蕴,数据虽然变化不大,但去场合一时,已经升级到该有的程度。 不被看中的全明星赛MVP却可以证明,所以当那著名绝杀战术出现以后,匹鹏会感到耻辱,凭什么? 但我们不能用这个选择来否定匹鹏当何,或者应该说被具体看待的效果,把突然失去历史第一人的王朝球队打理的有条不紊,绝对不是常人可及的使命。 而且,意外过后,他继续完善心态,恰好迎接伟大乔丹的付出,结果又是一场三连冠,1998年,事实上已经被管理层淘汰的卷自由球员皮鹏还是顶着严重肠病,拼完整个侠义季后赛和总决赛,用第六个总冠军,完美,但也被抓得结束公牛,一点零生涯,还有来自孟之队的评价,真正的1992年的美国男兰。 主教练戴笛这样亲切的称呼批鹏,队内第二考球员,天啊,多么重磅,孟之队除了能够在任何球队里当领袖的历史第一人乔丹以外都有谁呢? 大家都如属家珍的,魔术师,大鸟,大威罗宾逊,巴克里,尤耶,马龙,斯托科顿,德雷克斯勒曼,还有批鹏。 批鹏的厉害和自信,只要在真正接触到以后才会坚信体验到,大力主教练就是这样的歇路,得到同样结论的还有乔丹。 根据比尔西蒙斯的记载,乔丹还透露一个梦之队内公认的事实,批鹏是队内比魔术师,斯托科多和德雷克斯勒,都要好的超级后味。 这就是斯托科地批鹏,一个没有木板也能适应任何体系的巨星,他永远不会被奈克尔乔丹掩盖住,甘有并且体费水力的辉煌,更多原创文章。 请关注公众号,氧气是个地铁,Linfinity1991。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